可以出来了 少爷 对不起啊 少爷 我不知道会被他认出来 这不是你的错 这样吧 这半年你先别跟着我 我给你安排别的事情 是 谢谢少爷 那我先走了 你看吧 你一回来煮面 生意就长那么多 什么话 我们生意好得很呢 跟你以前自己开的店比起来 当然这叫人山人海了 如果要跟世杰单独开的店 比起来的话 这叫门可罗趣 你还说起成语来了 你可真有学问啊你 我昨天晚上喝墨水了 你喝不喝 喝墨水 你小心嘴皮的舌尖 都发黑了你 谁的车这么张扬 好帅啊 跟电影里走出的大明星一样 有图粉面的 哪有小声音 靖少爷 你怎么来了 别叫我靖少爷 叫我三郎就好了 听说你们店的牛肉面 特别地好吃 所以我就过来尝尝了 里面请 请 请坐 哥 快下一碗你拿手的牛肉面来 那个叫唐谦的 你找到了吗 干嘛这么小声地问我 要是我大哥知道我又去歌厅 你会打死我的 他知道你去就要打死你 那他要是知道我是开歌厅呢 还不把我分尸了 他一定是雅萍的男朋友 是吗 郎才女貌 你看他们两个 眉眼有点像 这叫夫妻脸吧 夫妻脸 哥 哥 你没事吧 要不要紧 我被烫到是经常的 那就好 我们走吧 走吧 怎么样 那个人找到了吗 不好意思 我问过经理 他跟他不熟 他说他只是来应聘工作的 因为没有担保人 所以就没用他 现在怎么办 这下我大哥 真是百口莫辩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来 你能不能说清楚点 我跟你讲啊 这肉怎么那么少啊 雅萍 咳 在 再配上一些我们做的小菜 味道会更好的 好吃 吃 太好吃了 這是我吃過的 最好吃的牛肉麵 還有啊 你聽 這炒菜的味道 讓我回憶起了 小時候的一些事情 那你就多吃一點啊 你怎麼哭了 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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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麵太好吃了 吃得讓我眼淚都流下來了 大哥 我真的沒有想到 你這麼會做麵 我跟妳應該不是很熟吧 哥 雅萍叫你大哥 我叫你一聲大哥 也不為過嘛 你們的麵這麼好吃 我以後可以常來吃嗎 付錢就是客人咯 我是不敢客人的 哥 人家是我朋友 朋友 朋友也要付錢哪 難道你想把朋友開的店吃垮嗎你 我會付錢哪 來 還有這兩盤 牛肉麵的錢呢你付 這兩盤我招待 是嗎 那我可要好好嘗嘗 你們店的東西那麼好吃 人又親切 還有你們大小兩位美女 這店這麼好啊 能不能入股啊 咱們這小店而已 談什麼股東啊 你只要常來吃 就算你一份好不好 好啊 我問你啊 你跟雅萍認識多久了 你今年幾歲了 哎呀王沈 你問這些幹嘛 是 你這一票 可撈得不少了吧 我聽老闆說 那些皮革至少值十萬 你可得好好賣啊 黑市價只有三萬 不過你放心 我會給你平分的 三萬 不會這麼少吧 三萬不少了吧 我會坑你嗎 你想想這一票 我賺一萬五 你賺一萬五 而且把你的情敵都趕跑了 聽說林老闆 有意思想招你做女婿 整天帶你在場裡 走來走去的 他提過 要升我做副總 意思就是 先讓我熟悉一下所有的業務 好讓我做接班的準備 那我得恭喜你啊 等你做了鞋長的主人以後 你得提拔兄弟來 咱們是魚幫水水幫魚嗎 來 看看 這有哪兒好事 我還能忘了你 兄弟 上 各位大哥 你們是不是認錯人了 你們兩個是不是陳朝聰和吳浩志啊 是啊 老子打的就是你們兩個 給我撕一打 不撕一打 不撕一打 打不撕 別別打 別打 我 別打了大哥 別打了 大哥 我自己打了 大哥 別打了 別打了 這個 別打了 我看這種人 贼喊做什么这种事 做这种事 这不愿意 不该啊 真是不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 这真是贼喊多贼的家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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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喊多贼 早该抓住他们 这是个大老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叫大家 不愿意 爸 是我们那批师妾的皮革 是吗 嗯 把皮革送到厂里 开始制作 刘士杰 现在吴浩志和陈朝宗都在这里 你们自己把事情说清楚 我不明白 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定是你叫人来打我的 还故意把失窃的事 栽葬在我的头上 老板 刘士杰之前 就叫人殴打过别人 把别人打得住医院 他现在只是 故技重施 那你和陈朝宗在一起的事情 又怎么说 老板 我真的没有跟浩志在一起 我是昨天晚上在街上 莫名其妙被人打了一顿 然后醒来 就在这儿了 老板 对不起 我不该隐瞒这件事 昨天 我遇到朝宗 大家是老同事了 他说要请我喝个酒去余旧 我就答应了 然后就一起吃饭喝酒 朝宗是被老板您开除的呀 我和他吃饭 我怕老板您会不开心 所以我没告诉你 老板 对不起 我不应该隐瞒你 可我怎么知道世杰会跟踪我 还还这样对付我 你凭什么这样 再葬到他头上呀你 采梅小姐 如果不是他 那些皮革怎么会被送回来呢 皮革是他偷的 他 他后来后悔了 因为只有得到你的芳心 他才能赚得更多呀 所以他才会使用这种方法 栽赃到我头上呀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批皮革我看都没看过 摸都没摸过 好了 你们别吵了 刘师姐 我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东西是你偷的 我向你道歉 没关系 误会能够化解 只要老板的邪色 能够准时制造出来就好 如果没事的话 我先回面馆去了 等一下 爸 既然 既然皮革都已经追回来了 那就撤销对试杰的起诉吧 可以吗 整件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 东西怎么会被偷 浩志怎么会被打 都还需要调查 现在撤诉 不是让事情永远无法真相大白吗 但是试杰他莫名其妙被告 现在还有案在身 这对他很不公平啊 我没做过的事 不怕接受调查 林老板 你放心 我相信我完全经得起考验 采梅 以后不允许你再和刘世杰在一起 因为马上我要宣布你和浩志要订婚 爸 你是我唯一的女儿 要继承我的事业 继承林家的香火 昨天浩志来我们家的时候 我和浩志谈过了 他没有亲人 也愿意入赘 我一会儿就去向全场宣布 你和浩志即将订婚 所以 为了避免别人的闲言岁月 你最好自重一点 这太突然了 不要 我不要订婚 我和浩志只是普通朋友而已啊 我已经和浩志谈定了 你就不要再跟我争了 爸 丁老板 采梅他 刘世杰 你不是应该走了吗 还在这里做什么 好好好 那个姓吴的 我经理被教训得很好 不过 不过这想想有点奇怪啊 这个吴经理跟陈朝宗 他们是串通好了 要来设计这个世界的 就是应该只有他们心里都知道 别人怎么会明白呢 怎么了 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 老墨 老墨 上回 你打罗鸣 被抓去关 现在 你学乖了 知道按着来 按着替天行道 才是正典的男子汉啊 真正的男人 是 好了好了好了 你不要再靠过来 我警告你啊 老墨 你不要吃虎的啦 老少爷不会吃了你了 不要这样啦 人家会害臊的啦 谁害臊的 我才害臊呢 去你 今晚有没有空啊 看场电影去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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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没事吧 要不要紧 你怎么哭啦 你怎么哭啦 没有没有没有 是这面太好吃了 吃得我眼泪都流下来 你们的面这么好吃 我以后可以常来吗 付钱就是客人了 我是不敢客人的 爸您来了 三郎 你提早来练习 是怕输给我吗 爸 我现在球技虽然不如你 但迟早有一天 我会超过你 口气不小啊 那也得看你能不能 活得比我久啊 棺材里面装的是死人 可不是老人呢 今天约你来打球 是要会会一个老朋友 把这个带上来 老八 好久不见啊 跑到香港发财去了 你怎么不说话呀 是不是从我这里 挖了太多的钱 吃得太饱了 连自己的舌头 都给吞进去了 爸爷 看在我跟你 这么多年的份上 你就 你就饶了我吧 我饶了你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难道都忘了 当年是谁第一个 冲上渔船 杀死船员 抢了船带你们出海的 在澳门打天下的时候 又是谁 总是第一个当先锋 打出江山 让你们有饱饭可吃的 等我抢了一个马头 菜妈竟然和外套的拼头密谋 想抢我的江山 还砍了老子好几刀 要不是三郎替我挡了一刀 救了我 我早就回姥姥家了 那个时候 你们这几个王八蛋又在哪里 眼看现在过得不错 你们还不满足 挖空了我的赌场 还逃走 留了个烂摊子给我 你以为 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 八爷 我 我 我跟你这么长时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嘛 只可惜你的苦劳 不值那么多 把他吐过去 是 走 八爷 走 八爷 是 八爷 走 看谁打中得多 要打掉牙才有分数啊 好 八爷饶命 八爷饶命啊 饶命啊 八爷饶命啊 八爷 八爷 人已经没气了 照老规矩做 是 童欢难容易 共富贵难 当年一起打天下的老朋友 一个一个的都走了 就剩我一个了 嗯 宝 您这些老部下 不都是您得处理掉的吗 没错 这些人 就像一窝子狼一样 如果不想当奴才 想出头 想自立门户 就得跟狼头斗法 不是要死狼头 就是死路一条 三郎 被老爸弄垮的赌场 我就把它交给你了 你能在半年内 把它重新做起来吗 爸 您这是命令 不是商量 我做得起来也得做起来 做不起来也得做起来 至于回家